浴缸裡面排水孔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斷吐出白色泡泡浮在水面上 讓整個水面變得非常混濁 當時一位小姐正在泡澡超級傻眼 就開始有咕嚨咕嚨的聲音 然後就開始涌出泡泡跟污水 蠻瞎的啦 他說之前通過網路訂購 花了3999元 訂了日月潭一間知名飯店的 胡錦四人房 怎麼也沒想到是噩夢的開始 他明明知道原本就有這樣的情形 一直沒有去改善 當天剛好我有錄到這樣的影片 也或許有其他人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只是他們沒有錄下來 他說入住飯店 原本希望一整天的疲勞 可以藉由泡澡來舒緩 但沒想到泡澡泡到一半 排水口湧出大量污水 顏色還像是奶蓋紅茶一樣 超級噁心 嚇得他趕緊爬出漁缸 而這間飯店 位在日月談判的第一排 從房間內就能一覽 火警風光 但他說7月24號和一家人入住當天 地上只有看到指甲穴 晚上泡澡又遇到浴缸有污水 真的好掃興 我們當下上去房間他也拒絕我們上去房間 把他就是看一下是什麼狀況 之前沒有遇過啊 因為如果有遇過的話其實早就處理了 他電話裡是說他想要再免費體驗一次 我們沒有答應他 當下飯店經理由雨諾可以幫他們換房 但對方婉拒 事後也希望能以三組茶葉來作為補償 卻被投訴人當場回絕 甚至表示應該要以住宿券來替換 雙方沒有達成共識 投訴人也留下不愉快的住宿經驗 解台南高雄的綜合報導